很多人就问怎么可以改善脸部的平整度 一般都会分两个区别 譬如说皮肌底的凹陷 或是苹果肌的下垂 或是法令纹等软竹子 以为造成的凹凸感 那个就是脸症的平整度不够顺滑 然后第二就是线条的不顺滑 譬如说皮肤跟脂肪层的大性会下降 然后纤维会裂断 导致面部轮廓 线条松弛然后不轻溼 如何调整面部平整度 主要就是位置要找的对 第二个就是不要过度填充 因为呢之前有跟大家说过 就是眼下的三角去内勾法令纹 是完全不能填平整 你只需要补充一点点 然后适当的调整 你就会看起来脸部的平整都会好看一点 然后很多人呢 也有另外一个误区就是 把那个比较加高 其实我觉得要看你的比例 苹果肌或是雷沟这种太凹天会导致你整个轮廓不好看 所以不一定是因为鼻子不高所以影响 其实我鼻蛋里面我很高 大家要看自己觉得自己不好看的地方 后找一个专业的人去粉丝你整体的专画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就在留言区 下面留言吧 请不应该将其他的研究 我认为 我认为 我们进去的 我们进去